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觉那是万人不好说吧 说不定他俩挺合适的呢 我不是万人啊 再说了 我很确定周子萱就是个大魔王 他们俩感情挺稳定的 你就别去打扰别人约会了 再说了 正晚出门也不安全 我才不相信呢 他呀肯定憋着法子欺负我们家苏苏 你怎么知道他们俩感情挺我定的 我跟你哥偶尔有联谋 他随口说的 他连我都瞒着 居然还告诉你 他们俩在一起很久了 这个混蛋 他肯定早就同梦不轨了 苏苏那个傻白天 怎么都要过他这种套路啊 感同闺蜜 他不想活了是不是 说不定人家是真爱的人 你就别管吧 你怎么能这么冷写啊 我能看着我闺蜜跳过坑吗 又干嘛 我让你帮我看的动画阐述 你写评语了吗 我着急要呢 早就写好了 就附在你的邮件后面 你没看到啊 行 我现在看看 你先别走 你先别走 快托住他 你可是同一上豪的兄弟 要是他真敢拆散我和所有下 你也没想和我妹在一起了 这也太过分了吧 都这个时候了 我不可能认辞 青青要是真的来怎么办 他警告过我好多次了 肯定会炸毛的 放心吧 我还有一层防火墙呢 你到底看没看完啊 你慢慢看吧 我先走了 你没事吧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滚难受 你别吓我啊 来 快先躺下 你哪里不舒服啊 我现在很难受 你得陪着我 那你告诉我 你到底哪里不舒服 是陆子明啊 他最近一直逼着我 回总部开股东大会 总部那么多人 我做不到 我压力好大 压力到 我们可以想办法排解啊 实在不行 我替你去演讲 陆子明不会答应的 如果我不去 他就要看到心理库的投资 这个老狐狸 还真是难为人 我现在很焦虑 你得陪着我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 什么办法 明天开始 我陪你去做心理治疗 那不用 我尽管吃点药就好了 你心里医生都说了 你这个病是新阴性的 吃药根本治标不治本 你今天都变成这个样子了 这事不能再痛 真不用 真的 你也知道我不喜欢去心理诊所 我不许你汇集记忆 明天我陪你去心理诊所 不许拒绝 明天